哈囉 巴世界娛樂生活制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黃美珍 這首歌我覺得蠻特別的是 我其實在幾年前我就已經設定我寫這首歌 要為公益寫的一首歌 但是很奇妙 在這幾年都沒有很順利的去完成它 直到在這幾個月 然後接到了跟新加坡的一彩人生的公益團體 他要跟他們合作 那也就邀請我寫了他們的這一次 明天的一個演唱會的主題曲 那我就寫了這個主題曲叫 On This Your Life 那這首歌其實在表達 我們每一個人裡面都有光 我們要去釋放我們裡面的光 去點燃它 當我們每一個人願意去點燃它的時候 我們就會去影響我們生活周遭的每一個人 他們的光都會被點燃 我覺得應該是在我願意放下自己去服務人的時候 應該是說 當我不是為了自己去演出 不是為了我自己的利益去表演的時候 當我知道我要去唱歌或者是 我知道我要去做這件事情的出發點不是為了我自己 而是去幫助人的那一刻 我會覺得我是很耀眼的 當我失去方向的時候 我要重新找到我自己的定位的時候 就很像我剛結婚變成了妻子 然後一直到我懷孕 我生完小孩之後 我還是很想要當歌手 那在這一個部分呢 我就會突然 因為我的想法有一點點改變 但是 我又還沒有找到我要用什麼方式去 來定論我這個時候的一個黃美真 那在我在摸索的過程當中 其實是蠻痛苦的 是蠻辛苦的 因為我其實還是有夢想 在台上希望能夠 歌唱希望能夠幫助人 但是我那個時刻 不知道我該用什麼樣的方式 我自己一個人呢 成立公司呢 還是跟人合作 所以很困擾我有一段時間 我跟老公討論 對 他還是鼓勵我 他說我的 他說我人生的使命 就是要唱歌給人家聽 要好好的創作 要好好的要寫歌 要好好的 因為我的信仰是基督徒 他常常想說 你要好好的寫吃歌 你要好好的去服飾 那當我每一次這樣做的時候 因為我老公知道 我是一個很容易負面的人 因為當我去寫詞的時候 當我願意去寫的時候 就會可以感動我 燃起我生命當中 的那個光 同時當我去唱的時候 旁邊的人 或是聽到的人 他們也被感動 我就覺得 這個時候我會慢慢開始找到 我原來我唱歌的價值 不是只是我的夢想 我唱歌的價值是 我真的可以去幫助很多人 面對他們的生命的問題 如果不講我的信仰的話 應該會是我的老公 因為他的頭髮沒有 他就是光頭 沒事 因為他非常了解我 所以他很常在我 快要失去方向的時候 或是在我不肯定我自己的時候 覺得自己做得不夠好的時候 他會開始來點我的狀況 他說 當你每一次在負面的時候 你要好好的想 這個負面裡面 有沒有十個正面的事情 他就這樣訓練我 每次當我陷入到訓練 就是很憂鬱或是很煩惱的時候 他說好 你憂鬱什麼 我就講出來 那你想出 好 你一個點憂鬱 那你想出十個點 可以發出讚美的聲音 然後我就想出十個點 有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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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這樣訓練我 我就慢慢的 一個問題來的時候 我可以看見 慢慢的可以看見兩個優點 三個優點 我就覺得 其實是我老公是一個 我生命當中的導師 對 真的